字幕君 字幕君 各位好 我是三尾木木犬 你們可以叫我汪汪 今天這一回看到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都知道 雖然已經2023年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繼續來回答2022年 坦白局大家所問的問題 又是一個Q&A的極速 但在開始之前 汪汪又要來個宣傳時間了 汪汪上次的Q&A 不是才跟各位介紹過了 佐藍媽媽幫我包模的VP汪汪嗎? 為了讓這個VP汪汪 更有一些VTuber的感覺 汪汪特別去找了一些 會師們贈送給汪汪的GIF圖圖 佈置在這個背景之中 就好像許多VTuber們直播中常見的 陪著主播一起開台的 充滿著觀眾與朋友心意的角落神物 所以所以在開始之前 為了答謝這份心意 我們再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些角落神物 都是出自於誰的手說吧 首先是頭頂上 這個尾巴像直升機一樣旋轉的塔爾斯汪汪 是出自於尤莫老師的手 尤莫老師除了Q版土圖外 這是我個人覺得啦 他好像蠻喜歡畫 帥帥男孩子的 尤其是在描繪肌肉線條的部分 我可以 隱約的感受到 當他在繪製那些男孩子的時候 嘴角可能微微的上揚 還流著一些口水 如果跟實際情況不符合的話 汪汪真的很抱歉 有興趣看男孩子的土土的話 下方資訊欄 汪汪會放上推特連結 再來是左邊拿著超大肉骨頭的汪汪 是雜死鼠貓老師的作品 鼠貓老師的話 跟汪汪一樣 4個日更神經病 每日更新一次 簡稱日更 汪汪的日更項目是 每天一部10分鐘以上的全字幕影片 數碼老師則是 每天一張精緻的像素圖圖 沒錯 在數碼老師的推特上 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張全新的像素圖圖 每天超厲害 4個將身心都融入像素之道的 很人 除了像素圖之外 偶爾也會根據新群畫畫一些 中二圖圖 或搞二圖圖這個樣子 推特上每天都還會有像素投票 大家都可以來去試選一 挑選你最想看到鼠貓老師 把哪個東西變成像素圖圖 你們每天的投票都可以成為 支持鼠貓老師日更的動力 就像支持汪汪日更一樣 每天回來看汪汪的影片 下方一樣也會放數碼老師的推特連結 其實其實 汪汪原本還想再多篩一些GIF動圖上來的 但礙於時間的問題 再多介紹幾個動圖作者 我們今天 就不用Q&A了 所以 就留到下一次吧 每集增加一些些 慢慢的介紹 那如果你也有畫圖 想給汪汪的話 汪也會在下方的留言 置頂出 留下我的Gmail連結 歡迎發信件 來給汪汪圖圖喔 汪汪會超開心 來進入正題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你比較喜歡 亞洛赫還是塔巴斯科 那這個問題 要看你是哪一種喜歡 如果你問我 比較想跟誰射射的話 我還真的 比較想要跟塔巴斯科射射 登登登登 恩 我覺得我跟亞洛赫聊天起來 恩 可能會比較沒有壓力 所以我應該應該 是喜歡亞洛赫吧 比較喜歡亞洛赫一點 好下一題 為什麼這麼喜歡 洛赫和阿亞 因為射射起來 沒有壓力 有看過阿洛赫亞洛赫本人嗎 沒有 汪汪知道亞洛赫的內內多大嗎 低罩杯 洛赫的內褲還在嗎 還在的話拿出來吸一下 汪汪想吃亞洛赫雞雞嗎 汪汪最想跟誰射射 這題有限定伊電影9嗎 吐雞老師 會在整小編嗎 妹妹是拿來呵護的 不是拿來整的 小編會欺負汪汪嗎 好像有點心動但沒有 汪汪你有馬子亞洛赫小編 那請問誰是正公 那汪汪必須很抱歉的跟你說 嗯 我們全都是 聊天為止的關係 沒有再更深入了 而且小編比較偏妹妹 你的推是彩虹還是Holo 你的主推是誰 那因為汪汪 我對彩虹色不熟阿 所以應該推的是Holo 而主推的話 應該是鷹巫女吧 因為 她好大 她真的超大 而且巫女服 好色 最重要的是 靜音英語叫高追 彩彩好可愛 想問汪汪 看VTuber的契機 那既然都提到了彩彩 柴奇風音嘛 那應該是想問看台V的契機對吧 真的要說的話 應該是 智慕師的緣故 大家所熟知的 學野英媽媽 其實是汪汪的第四任主智慕師 而汪汪的第二任主智慕師 是一位講話風格 超級像混黑的大姐頭 叫做醬油 就只是叫醬油 如果有看過汪汪早期的Minecraft模組生存的話 應該會有看過一個系列叫做 只有娘的世界 醬油就是在那個模組系列時候 加入的字幕師夥伴也是汪汪 開始 逐漸敢對女生澀澀的練習對象 當時汪汪啊 還是一個 不太敢跟女生搭晃的 害羞小男生 想說要請女生幫我處理一個 一直在做害羞羞事情的系列 我就很害怕說 我會不會被說職場性騷擾什麼的 但是當時來的那個女字幕師 實在太狠了 不只不在意 我在影片裡面開黃腔 還會拿我拍片說過的話 來調侃我 就跟她共識 還蠻愉快的 學到了不少 這樣子跟醬油合作了 大約半年 在確認有新字幕師能接替後 她也卸去了字幕師的崗位 去追尋了她的夢想 成為了一隻探索著世界的VTuber神社小狐狸 也是叫醬油 雖然沒有一起工作了 但畢竟她也曾經 幫汪汪扛起過整個頻道 對! 汪汪頻道的日更 有六分之一 都是她一個人扛起的 對於這樣一個友人 汪汪還是會想多少關心 她追夢追的如何了 又跟哪位V 貼貼連動了 也就在不知不覺中 接觸了VTuber這個圈子 這應該就是 汪汪接觸V圈的契機了 這邊再多介紹一下 醬油這位VTuber 雖然她表面的個性嗎 就真的比較大解頭一些 很多人都覺得她遜遜的 一點都不破 但那只是表面看不出來而已啦 醬油她的破點 就比較隱性一些 對這汪汪自己個人的看法 醬油的破點比較隱性一些 當你真的深入去了解這個人的話 很有可能 一不小心 就暈她暈爛了 歡迎大家 來去醬油的頻道 自己 體驗一下 那那那往往也不好說啦 說不定 可能因為 我比較有點年紀了 所以 我可以體會到 醬油的女子力在哪裡 你們要用心體會一下 唉唷不錯不錯喔 這次回答問題的速度 好像比上次稍微快了一些些呢 雖然問題還是一坨拉苦啦 那其實 汪汪在上一集 拍攝Q&A的時候 不是就有跟大家提問說 你們滿了 2022讚的喜歡 汪汪就來拍第三集的影片嗎 那事實上呢 在第一天之後 大家的戰術就突破了耶 你們該不會 超喜歡 看汪汪來拍Q&A的影片吧 汪汪也不曉得 我到底要花多少集 才可以把這個Q&A 拍攝到結束 可能要花半年的時間吧 也不一定 但如果你們還喜歡的話 我們現在 2023年 還請各位留給汪 超過 2032 23讚 超過 2023讚的喜歡 那汪汪我就會知道 你們 超愛我 拍Q&A的影片 汪汪起碼會拍個四集 接續回答下一題 限時鐘會跟伺服器的其他人有來往嗎 這邊應該是在講伊戀營酒吧 那汪汪目前是沒有跟大家在限時鐘有過任何聚會啦 但我們有在計畫要出門一起玩這個樣子 如果汪汪的頻道哪一天突然沒有更新影片斷更了一天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一起出去玩了吧 汪汪的頻道目前日更三年了齁 三年來 都沒有休假過 那 雖然有的人 他的日更數比我長得多 有五年啊 有十年的 但汪汪覺得 已經很夠了 已經是很多人都沒有辦法達成的成就了 我沒有必要 為了再繼續像個神經營病一樣 締造傳說 而放棄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機會 對吧 擊退棒競技場蓋好了嗎 嗯 小編說他還想修改一下 還沒 還在項目會不會多到想開創造模式來呢 有的時候應該會把色色門按戰術多到爆 那這邊的話 汪汪開戰術要求的時候 我是不會去開沒有把握的東西齁 所以通常 我的戰術要求都是我辦得到的事情 如果 我真的真的 辦不到的話 比如說阿絲那顆頭 我會直接道歉 我不會開創造來拿 汪汪好 我想問你覺得最好玩的系列是哪個 我猜伊甸 那 汪汪這邊必須得說 伊甸營酒他畢竟 是遠未生存嘛 所以他並不是汪汪覺得最好玩的系列 他是我最認真用心經營的系列 但他不會是最好玩的系列 我覺得每一個模組系列都比伊甸營酒好玩多了 包括汪汪最近在跟小白玩的 災變思潮那個死屍集阿掰掰 都比伊甸系列好玩多了 但汪汪最認真經營的系列 的確是伊甸營酒沒有錯 你們可以看看那個拍攝模式 跟其他隨便玩玩的系列比起來 應該挺明顯的對吧 汪汪有想過重啟只有娘的世界這個系列嗎 雖然我可能大概猜得到答案 但我還是想問 汪汪只能跟你說 我沒有討厭子娘界這個系列 我甚至還會很愛他 畢竟他是我自己第一個親手主人模組包 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樣 我對他真的是下費了苦心 你們也可以看看我在弄那些 瑟瑟們的Skin NPC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壯觀 但是每個系列都有他的壽命在 當觀眾對這個系列不太有興趣的時候 為了頻道的整體健康著想 我最終還是只能把他割捨下去了 我真的很抱歉 汪汪哪部影片拍最久 如果是要以 集數有多少集來定論的話 汪汪的天主屬車車模組生存系列 160集應該是最多集的 但如果是要以這個系列 會存活的最久的話 可能會是1.09吧 雖然1.09現在所有的集數加起來 不到100集 但以活的最久來說 1.09應該是最久的 汪汪認為1.09最會蓋建築的是誰 這個我還真的沒有辦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每個人色略的建築領域都不太一樣 就好比方天蛇他很會蓋奇幻類的東西 像空島啊或是古蹟以及巨大神木 而Alan的話他也很會蓋那種超巨型雕像 以及酒吧建築物 喵哥的話很會花園造景 海妮跟那個神經病 他會直接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生態域給你看 小編的話他只是對生存不太熟悉 如果你讓他開創造模式 可能一個日式村莊一天就出來了 說到日式村莊的話 腳毛跟海豚也很會蓋日式村莊 好難選擇啊 那采魚這邊有一個自己個人的見解啊 他說 如果不是minecraft的建築 是現實當中的建築的話 腳毛應該是最會蓋的 畢竟他們是空色系的嘛 請問汪汪您是怎麼認識肉醬和天蛇的 肉醬的話 可能又是要扯回只有娘的世界了吧 汪當初在經營紫娘劍的時候 有裝了一個自定義NPC模組 汪就在把觀眾的minecraftID都收集起來 並且擺設到我村中的周圍 一些進行守衛 一些單純的當NPC 並且當時如果有買汪頻道會員的話 我還會特別讓你出現在一些特別的區域 那當時肉醬就是有買頻道會員 所以我看到他的skin 我有特別記住 我的會員裡面 有一個叫做肉醬的傢伙這個樣子 而後第二次吃到肉醬是汪汪 正式創立了我的Discord群組 有先嘗試放頻道會員進來跟汪汪互動 而肉醬當時就有進來找汪汪 而汪汪對肉醬的第一印象就是 哼 這傢伙 好像挺宅的 他會講一些我聽不懂的話 但也不是胡言亂語聽不懂的話 而是 一些比較深奧的跟電腦有關的東西 但汪汪真的聽不懂 因為我是電腦智障 天蛇的話就要牽扯到 天主屬車車模組生存了 汪汪玩那個系列的時候 特別喜歡玩加速域模組的一個畫框 那個畫框 只要把王子擺進去 就可以顯示出圖片出來 我就有在收集 觀眾畫給我的圖片 並且把它做成 王子貼到那個畫框上 做一個大會狼這個樣子 啊當時天蛇啊 他就有畫汪汪的女裝 那通常汪汪收到女裝的話 我會非常不開心 除非這個人 真的超會畫 啊天蛇就是屬於超會畫的那個類型 那我就先知道這個人 然後想說 哇這個人 人設是一個小女生 所以他每次畫了我女裝的時候 我就會威脅他說 你再畫我就要打你屁屁喔 然後他就一直畫我的女裝圖 我就想說 他是一個非常想被我打屁屁的小女生 然後每次呢 他出現在汪汪的Discord群組 但因為他不是會員嘛 所以我就 嘗試把他拉到會員通話群之後發現 喔幹怎麼是一個男的 如何加入1.09伺服器 那汪汪之前有提到過了 伊甸服的創建目的 就是為了讓汪我還有洪月 拍片方便而存在的伺服器 因此你想要加入1.09的話 就是汪汪要覺得你是正常人 並且洪月超開心 你就可以加入1.09伺服器了喔 啊對重點是你要先過我們兩個這一關 假如有一天你必須在1.09伺服器 BAN掉一個人 你會選誰呢 汪汪在1.09如果一定要有一個人 退出的話 你會讓誰退出呢 恭喜你們兩個加入1.09伺服器了 現在你們被BAN了 汪汪會不會有其他VTuber或YouTuber 看到這篇文後 12月31號在1.09裡面 惡作劇讓你產生了 今年不整回去 會很遺憾的事件 請問汪汪會怎麼處理 啊就明年再整回去啊 有開放伺服器外的人 用觀察者模式參觀嗎 關於這一點喔 可能有比觀察者模式更讚讚的選擇喔 就是說我們的四伏組KK 又詢問說 他想在新年期間 在伊香堡開一個活動 讓玩家們有機會 參觀伊甸飲酒的地圖檔 雖然伊甸飲酒人真的多 但包含汪汪在內 薛野鷹、肉醬、天蛇、采魚、海豚獎、角、毛、紅月、阿洛、亞洛赫、偏頭、阿斯、妙格、阿倫、伊索度、海尼根、塔巴斯科等人 都有同意開放了他們家的參觀權限給KK 因此因此只要你們成功通過了 伊香堡的白名單考試 1月17號的時候 就有機會在伊香堡參觀伊甸飲酒的地圖檔囉 聽起來484超開心 KK幫大家爭取到的福利 大家快謝謝KK 但是 BUT 總會有一個BUT嘛 這邊先跟大家打個預防針 想要過伊香堡的白名單考試的話 自我介紹 最好乖乖認真的阿 規則考試可以開書考 但不拿100分 就是一個月後 才能再考一次了 參觀1.09的門票 錯過 機會 不再 好的 不能再回答問題了 影片有點長了 今天就這個樣子留言說 KK我的神 學業營媽媽辛苦了 感謝各位收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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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